方面的部分讲完了 4到6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在第2张第4张投影片 他说在版面配置区 插入图片 然后呢要套用这个效果 这个在哪里找一下 然后呢 这一个 投影片2插入哪一张呢 就是 台湾三塔就是第1张 然后第2张 投影片3 第4张是投影片 投影片 投影片4插入第3张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一样开启 刚刚这个档 然后在这边 这边有一个按一下 他会问你说图在哪里 那就在桌面上 我放桌面上 这一张 OK 然后你就选取查1 插入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话上面会有个图片样式 你就找一下他要的那个样式 那样式叫什么 透视图 透视图阴影白色 实际上呢 你会找一下 基本上上面会显示 他的每一个 简易框 其实他的位置应该在哪里 第2排的 第3个 这个 透视图阴影 这里 就在这里 那当然最好是说你将来 可以把每一个那个名称稍微记一下 以后如果说考试他要 要你用哪一个 你会很快把它 找到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 这一个 一样点一下 第2章 然后样式的话 你一样选这一个 再来的话呢 第3章 然后选这个 然后把它样式稍微改一下 OK 红玉18号 红玉18号 不知道各位对茶没有研究 阿撒姆红茶 看起来 这长得都蛮像的 OK 所以以后 这个到茶余里面 至少了解一下 那当然我们106题 也有一个变化 变化期 就是请退 也许你不一定要做 你就不要做茶 你可以做其他 比较 这个跟 艺术人文有点关系的 这要做什么 琴棋书画 也可以 或者是说 如果你对 类似像这种 或者是说 你要做 跟文化有点关系的 反正类似 然后呢 第1个 请各位一样 先把那个 所以你要交 几个档案给我 这个 握的档 特别重要 我是希望说 这一题的重点是说 你要把你的相关的资料 打在哪里呢 打在握的档里面 然后再把它放到你的PPT里面 当然如果说 你要变更 比如说 老师 如果我要用它的范本 可是上面不要是茶的话 怎么办 其实你可以 显示里面投影片母片 你可以到投影片母片去修改这张图就好 OK 懂意思吧 把这张图从哪里呢 投影片母片 去做编辑就可以 把这张图换掉 OK 然后其他的这张底下 假设你要其他地方的图变更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再把这个背后的颜色 背后的 版面 去做调整 或者再新增 一个样式 其实也都可以 OK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思考一下 不要做茶 另外再做另外 一个 一个东西 OK 所以第1个 我们把第4题完成 再来的话 接下来就是第5题 第5题的话要做什么 它说把那个自查过程 推片5 它有项目1到6的前面 把那个项目符号改成我刚讲那个茶叶的小图 也就是在我们根目底下这张图 它是一个GIF的图档 这个GIF图档它有个特色 就是说你将来 它这个背后的那个白色区域 它其实是可以做成透明的 也就是说你将来那个背景的颜色 不会被这个 不会是白 就是它背后这个颜色 不会是白的 OK 特别注意 怎么做其实基本上你可以透过像Photoshop这样的软体 可以把它完成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那个这张图放进来 第1个 请切换到投影片5 OK 第2的话 就是这个 项目 特别注意 不是叫你全选 因为如果你全选的话 变成 它 除了说 前面123 11到6的这个前面的 改之外 它可能连这个也改 那就不对了 因为它最后希望 改的 只有在 1到6的前面 那原来 这底下的 都不要改 所以这地方怎么做 1 请各位 选的话 跳着选 1选这个 底下这个不要选到 那怎么选 选1 按Ctrl键 再选2 按Ctrl键 这个时候Ctrl键不要放开 然后分别再去选 OK 特别之后按Ctrl键 那把那个底下的把它跳开 不然的话 将来那一张图也会 更改那个底下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怎么去变更呢 请各位找到 上方 在哪里 这边有个项目符号 那我们点选这个箭头 就从里面 设定 点一下 这个时候 你当然 它预设有这些啦 我们用这一个 如果你用别的 它是可以改 可是我不是要这种小图 我是要什么 底下的一个 项目符号 报级编号 那各位可以 找到 其实用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那一张是什么 图片嘛 所以呢 你就什么 从档案 它甚至可以从云端 我们浏览一下 那从哪里呢 从桌面上面106 这一张图 这个时候呢 一家 就马上 帮我把那张图放过来 而且它底下不会影响 OK 所以特别注意 你不要全部选 全选的话 变成全部都是茶叶了 OK 所以试试看 如果 请可以做个变化题吧 想想看 如果你是做什么 琴棋书画 如果做这种感觉很有气质的东西 然后比如说你要棋 你就一把琴是不是 棋的话像棋嘛 OK 诸如此类啦 反正自己想一下 尽量 就是想一些跟艺术人文有点关系的 题材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就把那个 里面一些主题把它带进来 比如介绍几个像这种茶叶的部分 OK 想想看吧 主要是希望 也许你做的这个题目也可以延伸到未来你毕业的时候毕业专利制作上面 因为将来你们在大事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专利制作 可能你从大三就要开始思考说你要做什么 OK 这毕业 这个毕业这个必修学分我记得好像是没有是没有学分还是什么 可是你一定要通过 那再来的话呢 再来就 最后一题 设设定所有投影片的转场动画 设定所有投影片的转场动画 这个时候停止 OK 所以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首先 第1个 页面 卷曲的这个效果 首先第1个 转场 可以找到转场效果 所以第1个 在上方 从常用转到转 转场里面的话 它有什么 页面切换 所以你点下去 这里面有没有叫 页面卷曲 OK 这里面有页面卷曲 点一下 是不是 卷曲 OK 做的感觉好像 蛮刚刚好的 这样子 直接有翻页的效果 OK 再来的话 期间是两秒钟 预设是几秒钟 期间是 1.25 太短了 把它改成两秒钟 接下来的话 每隔几秒钟 每隔 三秒钟 所以你把它改成每隔三秒钟 然后按滑鼠 换页 换页它说取消 所以这个本来有打勾 把它取消掉 所以这杯之后 大概几个动作 转场 然后页面卷曲之后 改这个地方 这个三秒钟 最后这个要把它取消掉 这样的话 基本上 你如果把它拿来播放的时候 它就可以这样子 这个就可以播了 但是取消换页 所以你现在点它不会换页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你必须 它一定是每隔三秒钟 才会自动换页 所以你现在点它 它不会换 一定要等 这要取消了 刚刚漏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最后一个动作 记得 1选这个 2选这边 把它改成两秒 然后每隔三秒钟 这个取消 记得最后还差一个动作 什么 全部套用 因为如果没有全部套用 它只会套用这个 OK 没有那个效果 全部套用一下 然后播放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没有办法用点的 它点下去 一定每隔三秒钟 它才会自动换页 三秒钟 三秒钟 感觉有点慢 不过 大概是这样的 最后的话你要能够按Escape离开 如果你要按Escape离开 还要在投影片放映里面做一件事情 投影片放映里面有一个什么 设定 投影片放映的功能 这个功能记得 要必须把这个打勾 连续放映到 按一下Escape 离开为止 OK 最后一个动作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1 2 3 把这个三个都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一题就大功告成 把它存档 OK 今天的作业就是这个 另外请各位 自己再想想看 小幅度的把这个上面的题目变更一下 想想看有没有类似的 题材 可能不一定是茶叶 可能吃的也可以 茶还是什么 咖啡吗 咖啡好像也蛮接近的 有没有 你换一个吧 咖啡 或者是什么 其他可能跟吃 喝的有点关系都可以 OK 所以今天的话 主要有一个106题 跟106的变化题 变化题部分的话 就不是茶了 你可能就换一个题材吧 看有什么 然后稍微把今天的这个简报 稍微 动一点手脚 尤其是从一片母片的部分 稍微变更一下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